微软公司2月5号宣布要与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合作 推出非洲地区专用的智能手机 而中国强劲智慧型手机市场的企图性有多强 显示器视调机构DisplayServe就预估 大陆智慧手机的市场持续快速成长 在2013年销量渴望达到2.5亿只占全球市场的30% 如何评估这个现象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在华为联想以及中芯等中国大厂纷纷抢进智慧型手机的市场之下 不仅宏达电被卷入了红海 就连苹果恐怕也是很难幸免 从过去PC 太阳能 LED 还有风电等产业的经验来看 当中国来了 市场很快就染红了 请教老师 智慧型手机市场是否也是一样 是所谓的染红 以我看来是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个是真的是红色的 红色就是血 流血满地 那为什么会流血呢 战争互相杀来杀去 当然就是会流血 如果正在产业方面 那就是说现在互相斗来斗去 其实竞争跟斗争或是战争 那现在我们就知道 现在产业竞争是非常的厉害 非常多的品牌 非常多的厂商 然后在同一个市场里面 然后在互相竞争的时候 那就会杀着头破血流 那就是会血流成河 这个叫做红 也是红海 那我们现在看看现在这个电视产品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这个中国两种三大公司 然后进来的时候 这个市场当然就会 真的是杀得非常的严重 所以会血流成河 这是一个 然后一般的在市场 这个经济战争的方面 它会造成这种结果 另外一个红色是什么呢 就是刺色的这样的那个龙 就是指中国的 那现在大家这个杀来杀去 那是不是有些厂商 有些业者 它会这个倒下去 有些品牌 它会消失 然后最后呢 是谁会这个存在 那这个别的看好 当然就是中国 因为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他们用了一个方式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价格 一直拉低拉低拉低 过去以来 他们用了这个战术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让其他的这个品牌 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他就把这个市场 全部占有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 当然就是 所有这个红色的 然后全部刺化掉的 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我们希望呢 真的是不要变成这个红色刺龙 然后呢 他在这个电子产品方面 然后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 最后还是回归到消费者 消费者你自己 不要谈小便宜 应该好好地看 谁的这个东西比较好 然后把那个不好的 把它淘汰掉 一块 再来 再来 再来